伊拉赫赫尔德錦死隊說他們在土耳其炮火支援下 星期天在伊斯蘭各據點摩蘇爾外圍的攻勢取得重要進展 一度完全取得對附近城鎮巴塑卡的控制 赫尔德錦死軍指揮官對媒體表示 他們的戰士進入了距離伊斯蘭各據點摩蘇爾東北大約10公里的巴塑卡 不過媒體未有獲准進入當地 到星期一的早上巴塑卡的情況沒有獲得證實 如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附近的埃爾比勒 和赫尔德領導人馬蘇德·巴爾扎尼 和主要的軍事指揮官進行會面 根據報導 卡特部長說 赫尔德敢死軍作戰能力非常好 不過因為他們英勇作戰而遭受傷亡 卡特星期六在巴格達會面了伊拉克總理阿巴迪 卡特說如果伊拉克和美國指揮官提出要求 華盛頓隨時準備為伊拉克領導聯軍提供額外援助 布琴佳 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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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